昨天哪講到哪啊 吳三元回揚州 未付報仇 走了五年了 原先吳彥恆在吳家寨住 讓這和尚掃地出門 一分錢都沒有 在這麼一個小破廟裡頭 他雖然走了五年了 這個揚州地形他是非常了解的 這家住在那 直接就到了小廟門前 啪啪啪一打門 誰看著這老頭老太太呀 傻小子犯天賢 他看著負責給老太太買點吃的買點喝的 伺候他們 他一打門呢 傻小子裡頭就叫著 誰呀 我三元 吳三元 走了五年了 傻小子犯天賢 你當把門先開開呀 離開門 扭頭就往屋裡跑 老爺子 老爺 跟這個吳彥恆說 三元回來了 三元回來了 你想走五年了 你想走五年了 哎呀 這個老爺子貼貼心裡一想啊 白天想 晚上想 好不容易回來了 什麼心情 哎呀 傻小子 你快點把門開開 讓他進來再說呀 他傻 這才噔噔噔 把門開開 吳三元來到父親的跟前 好 放生痛哭 早的時候小孩十五歲 現在大小夥子了 二十了 這吳彥恆 關期外知期 那一看兒子就長得像這個身體 哎呀 不用問 這五年一定是學不來 五億那肯定錯不了 哎呀 孩子 你趕緊跟為父說一說 這五年你是走不過的 開始跟他爸爸講 怎麼到的 陶家老呆 怎麼學的 馬上八班 馬上九班 怎麼學的是刀槍劍 衣服又不差 又是怎麼練的是大成的會員精隊 精谷 把這幾年的經過呀 都跟老父親說 吳彥恆聽完之後吧 他是揚州在南方 直立大明府在東北方向 哎呀 趕緊摻沒腹起來 衝著這東北方向磕了撒頭 口裡念叨 我的二十哥呀 這哪是我的二十哥呀 啊 這是我吳家的恩人呢 高興 也感謝他 這心胸師弟就不容易 哎呀 孩子你再說 後來怎樣 後來後來也得接著說呀 後來我想走 他說 我打不了這個小米勒佛廣告 我就不聽 那你走吧 怎麼鑽那個窟窿 怎麼練這個縮骨法 怎麼走西門被倆猴給打了 又怎麼學猴拳他不教 不教逃門怎麼教我 後來我師父就懷疑我跟我師姐有染 把老太太是怎麼取親 把這個金勒佛一說 那後來 後來 後來我就不敢上錢宅去了 半夜我師姐 啊 教我武功 用給你